華勳國小蔡玉宇老師 東四國小吳樹惠老師 楊明國小莊凱婷老師 桃園國小林愛華老師 這邊稍微再補充一下 剛剛有點有部分誤詞 樂善國小吳佳穎組長 吳慧如老師 謝謝這些與會的來賓 接下來我們敦請教育局高局長上台為我們說幾句話 我們親愛的長庚大學的邱竹蜜 還有王館長 還有各位校長 各位主任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長庚大學參加頒獎典禮 那我首先還是要感謝我們長庚大學的支持跟贊助 能夠讓這個活動能夠得以順利圓滿的來進行 那我們知道品德的教育是非常重要 在當前尤其是特別的重要 那我也講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聽 那我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剛好我的媽媽生我們最小的小妹 那媽媽在坐月子 那個婆婆煮的麻油雞很香 那我聞到那個香味 我就忍不住跟媽媽要 說媽媽 我能不能吃一下你的一份麻油雞 那媽媽就問我 你有沒有考一百分啊 那我說有 我數學考一百分 那媽媽就把麻油雞給我吃了 可是啊 我以前都考一百分 那一次考九十五分啊 那我騙了媽媽 那我後來學校裡面品德教育 誠實是最好的美德啊 我不誠實 那一次啊 這個讓我一輩子內疚到現在 所以 教育品德教育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輩子啊 一直在想說 唉 那一次不應該為了口福之欲啊 那騙了親愛的媽媽 而且媽媽是非常需要 那一份營養物的 所以 那品德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教育成功 那我們的孩子們 就 不管將來怎麼樣做措施 還是要後悔啦 還是要反省啦 還是要檢討啦 還是要檢討啦 這個 我們教育局還是會大力的支持 品德教育 希望全市啊 這個孩子們 能夠啊 在品德教育的熏陶之下 在各方面都能夠發展得很好 那再度感謝我們 長庚大學 台塑集團 能夠對這方面的支持 那也謝謝今天 各位家長跟同學的熱情的參與 那我也特別的對 這個受講的同學啊 表達萬分的尊敬 我也為各位感到驕傲 因為你們能夠做到的我做不到 我還是感到非常的後悔 謝謝大家 謝謝局長為我們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請主辦單位 台塑企業文物館館長 王光正教授 致歡迎詞 桃園市教育局高局長 長庚大學邱竹蜜 各位校長 各位主任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還有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午安 前面兩位來賓貴賓都講故事 我不講故事不行了 我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為什麼有這個獎 這個獎的由來 而且我要特別為大朋友小朋友講 因為今天他們是主角 他們是獲獎人 我們勤勞樸實這四個字 事實上是長庚台塑企業的企業精神 他也是這個台塑 王永慶王永在先生創辦的三個學校 長庚大學 明治科大 跟長庚科技大學 三個學校的共同校訓 我想大家大概知道王永慶先生 被譽為台灣的經營之神 他跟他的弟弟 王永在先生 這個聯手 這個 將台塑企業從零到有 到今天這麼大 變成台灣數一數二的企業 我們 這個整個社會上有許多人 有許多學者 研究台塑企業的成功之道 因為這個企業經營到這麼好 這麼大 他應該有他的成功之道 所以對他的經營哲學 對他的管理方法有許多的研究 我們館方 目前開始在統計 私下統計 大概從1980年到現在 光中文的圖書 研究台塑企業 王永慶王永在先生的書籍 就已經超過一百本 我每次講到這個 因為我當館長又姓王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我這不是老王賣瓜 這一百本不是我們寫的 不是 你們是不是文物館自己出 不是 是不是你們台塑集團自己出 不是 事實上這是 社會大眾的學者 跟有興趣研究的專家 他們的著作 所以平均 所以1980到現在 三十年左右 一百多本 平均一年出三本 這表示說大家對這個企業 為什麼能夠進行成功很好奇 這跟我們今天這個講有什麼關係 其實有一個關係 這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都知道練武功 對不對 現在有很多電玩的武功 對不對 有招式 我告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其實這些經營管理的方法 他講的是招式 他的心法是什麼 心法就是今天的品德教育 勤勞普世 所以他一個武功要練好 要有招式跟什麼 跟心法 你們知道心法嗎 心法要實踐的 心法要在日常生活中 怎麼樣 要把它實踐出來 所以要這兩個實踐 才有強大的武功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 要辦這個品德教育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勤勞普世 他也是作為一個人 一個好國民 從一個好國民開始 到一個成功人士的 一個基本的訓練 跟基本的品德教養 一個人要勤勞 要朴實 要謙虛 對不對 要誠實 這些都是成為一個好國民 跟乃至 如果以後要有一點成就 他必然需要有的部分 所以我們跟桃園市的中小學 品德教育合作 也成蒙那個教育局的指導 我們有今天這個獎項 那從文物館的立場 當然也希望 因為文物館 是一個博物館 他除了有一些展覽以外 他也希望把一些好的價值 推廣出去 所以因此 事實上我的前任的主管 前任的館長 這個獎 事實上是邱文科 邱祖密 今天他高升祖密 他創的 事實上他有這樣的想法 我來承接 我來做這件事 今天剛好我來承接來做這個事 我講到這邊 我就要再回到 這個 武功了 其實文物館 還有一個特色 除了文物館 除了推廣這裡外 小朋友大朋友 一定都知道 練武功還有什麼 秘籍還有圖譜 對不對 我告訴你文物館就是圖譜 文物館就展示了 整個企業的發展 還有這 王永慶 王永哉先生 他的成長過程 他在他的生活中 怎麼實踐 勤勞樸實 因此 因為我最後一個致詞 我在這邊就 誠摯的邀請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各位校長 如果你有空 今天頒獎節目結束以後 我們有特別安排一個導覽 你們可以到 步行到文物館那邊 然後來看看 你現在心法已經練成了 這個圖譜到底是怎樣 武功的招式的圖譜怎樣 歡迎來文物館 來參加今天我們特別的行程 好不好 最後我還是要恭喜今天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其實雖然今天有貢獻獎有入選獎 但是其實這個很難很難選 我們的評審委員都討論好久 無論你得入選獎跟貢獻獎 其實你都是表現非常好 我們文物館或長庚大學這邊都給你深深的肯定 也希望你喔 能夠把這樣子美好的品德繼續 繼續奉行下去 進而影響到其他人 我們給這些大朋友小朋友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講的夠多了 我的致詞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王光臣的致詞 接下來 非常感謝各位的學校大力支持這個活動 所以在文物館這邊 要致證感謝狀 待會兒 有倡道明的學校 請他的學校代表師長 依序上台 頒發感謝狀 大湖國民小學 復旦國民小學 幸福國民中學 尚大國民小學 恭請教育局高局長 上台為我們頒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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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鍵 bes 來 請回座 那 局長請留步 外設國民小學 大華國民中學 豐樹國民小學 同學 一樣請我們的高局長 為我們頒發講一下 請回座 那 請高局長請留步 任美國民中學 樂善國民小學 南美國民小學 回龍國民中小學 樂善國民小學 請到高局長 為我們頒發講 大華國民中小學 大華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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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高局長為我們頒發獎項 請高局長為我們頒發獎項 大華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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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由於局長等一下有公務在身 那我們用掌聲的鼓勵 熱烈的掌聲恭送他